李哲平头穿着帅气军装 下一秒转身长发飘逸 光看照片你绝对不信 就是同一人 他是有名的神秘间谍 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是清朝末代格格 本名爱心觉罗显鱼 父亲是肃亲王善奇 流着皇室的血 又怎么会有日本名字呢 满清被灭了 他就想要把他这个 重新恢复这个满清的光荣 那他要怎么做呢 他就把他的家产 很多的钱 就托给了这个川岛浪述 为了父亲大兴王朝 苏亲王认为得靠东洋 要川岛浪述把他当男的洋 展开一连串魔鬼训练 骑马射击开飞机 奏就他一神武艺 却也是川岛芳子 悲剧起点 他这个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是女孩子 豆蔻年华的时代 他就被他的义父给强暴了 性侵害 川岛浪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就是说这个善奇是忍者 他是勇者 所以忍者与勇者所产生的下一代 就是人勇兼聚 养父露出真面目 不仅伸出狼爪 还变卖川岛芳子的家产 逼得他断法明治 更按下决定 要变得比男人更狠 变成短法 而且在他的这个日记里头就写下 他从此以后 跟这个女子的身份 好像清算了这个身份 为了父亲的帝国梦 21岁的川岛芳子 嫁给蒙古王子 希望夫妻联手 父亲满亲 没有想到他老公是个憋脚货 只好投靠日本人当特务 东方蝶雄从此声明打造 为日本立下的第一个汗马功劳 就是干掉东北王张作霖 穿到方子用美色勾搭张学良 没有想到少帅派了副官敷衍 却捅了娄子 两三杯黄汤下肚就把主子的动向卸了底 参与了这个黄汤屯计划 也就是炸死了这个张作霖 当然他不会是最主要的一个人 可是他是有出谋划策的 川岛芳子把张作霖 从北平回奉天的火车时刻表 交给关东军 日方埋下炸弹 轻松除掉眼中钉 而间谍格格的代表作是一二八十遍 是他煽动两帮的工人跟这个日本和尚 起了很大的一个冲突 日本人在东北建立魏满洲国 只让川岛芳子当安国总司令 美给十全只是傀儡 川岛芳子决定硬起来 双方撕破脸 有一次他就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这种机密文件 这个机密的文件就触怒了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认为说 你不该看到的机密 我整个对中国所进行的这个战略 竟然都被你看到 1945年日军战败 川岛芳子的复辟梦彻底粉碎 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之名逮捕 在审判的时候的那种神情 那种表情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坏 一旦确认是中国人 就会以汉奸罪背叛死刑 为了逃过死结 川岛芳子频频向养父求救 请他调出国籍资料 但是川岛芳子却把他推向万丈深渊 川岛芳子非常的诚实 甚至让我们觉得诚实的有点过分 这些户籍资料都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所有资料都全部都不存在 不知死相难以辨识 更传出有替身受死 留下生死之名 奇怪了川岛芳子不是短髮吗 怎么他是长髮 他的遗体带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说他的整个脸都花掉 然后脸上面还覆盖着土 那后来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从后脑罩打过去 然后这个子弹的威力 就把他的前脸给打碎了 川岛芳子为了沉重使命 牺牲民洁和性命令人不胜唏嘘 角色歌姬李湘岚以歌曲 夜来香红遍上海滩 这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却被认为是游走中日的双面间谍 最有可能进入特务的这种圈子 就是像免疫圈或者是交际圈 最能够去接近上层社会的人 李湘岚沉迷于风火连篇的动荡时代 17岁出道那一年 正好是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 他被日本官方满洲硬化公司向众 打造成为超级巨星 而满硬的成立宗旨 就是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 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 被认为犹辱中国形象 他会创造很多像李湘岚这样的角色 其实要强调什么 中日清善 他非常强调一个中日清善的概念 对 我来统治中国 也许会比一直不上轨道的国民政府 做得更好 在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 一席之间 李湘岚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 插点的墙壁 而隐藏多年的绅士秘密 全被谈在阳光底下 原来他本名山口熟字 父母都是日本人 后来移民中国 年幼时姻缘际会 任了当时东北军阀 李继春作为义父 这才取名李湘岚 而因为日本人是铁的事实 也让他逃过死结 为满洲国两位名女人 一个是爱隐男装世人的川岛房子 另一个是人美歌田的李湘岚 同样被日本政府操控 也有过短暂的友谊交心 最后因为国际不同 走向生死殊途的不同命运